歡迎大家回來 剛才我們研究過一種數字 原來這種數字就叫做質素 原來當這個數字不能夠給自己和一整除 當它只能夠給自己和一整除的話 我們會叫做質素 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質素其實是屬於一個數字世界裏面的一些基本的分子 其實它就像我們讀攝影機 那些氫害理皮棚那些這樣的元素 其實它的質素就是數字裏面的元素 而其他,譬如水,其實H2O 其實它都是由一些H、氫和氧去構成一些粒子 其實這粒子我們在數學世界裏面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對應 就是叫做compulsive number 就是合乘數 其實這個定義就是相反了 剛剛反過來 剛剛反過來 剛才就說 如果它只能夠被一和它自己整除的話 我們就叫它做質素 那如果說可以給一和一和其他整除以外 都會有其他的整除的數字 而很多基本的合乘數我們都知道 譬如說 2、4、6、8、9 其實也是屬於一些合乘數的 為什麼呢? 不好意思,2不是 因為4就等於2乘2 6就等於2乘3 8就等於2乘4 9就等於3乘3 其實它都是不同的prime number的成績 而我們發覺每一種數字 其實它都是有一種獨立的 每一種數字其實它都是 譬如說剛才說的 9乘3乘3 其實它只可以給2個3相乘 這個組合去構成這個9 因為我們不能夠去用其他 譬如說2可不可以成其他數字 而得到9 原來不可能成其他任何的integer 去得到9 我們最多譬如說2乘4.5 可以等於9 但是原來9這個數字 它只能夠被3乘3 這種組合去成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合乘數的其中一種特性 但是我們知道合乘數這件事 其實我們都要一個很基本的能力 就是說我們要把所有的合乘數 全部都可以做一個叫做 prime factorization 那什麼prime factorization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數字 是68 我們要把任何的合乘數 都可以自然化成一些質素的組合 質素的factor 那譬如說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68其實是什麼 68原來是2乘2 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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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7 原來我們有一種基本的prime factorization方式的步驟去計算這個68 找它的成績出來 找它的成績出來 那是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會把這個68 用一些最基本的質素去相除 那68當然 因為我們會用 由質素開始 就由2開始 所以2 over 68 就等於34 然後我們會重複這個步驟 好 我們會用2去除34 原來等於17 而等於17之後 我們會繼續這個步驟 那你發覺原來用2其實是整除不到的 因為2除17是沒有任何的結果的 不能夠整除它 所以我們就會數下一個質素 就是3 那3能不能夠整除到17 亦都不能夠 5亦都不行 7都不行 11都不行 13都不行 原來17 本身也是一個質素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會發現原來68 就等於2乘2乘17 那這個獨特 unit的 combination 它就會成為了68距的factor 剛才說過的步驟很簡單 就是由一些最基本的質素去除 那也是我們可能再做一些其他的數字 譬如說是54 54一樣 我們開始會先用2 任何都是先用2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的 54是一個雙數 雙數一定用2可以除 那就是54除2 就會等於27 27 我們能不能夠用2去除呢 我發覺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會用下一個 就是3 3 原來3927 原來它就會得出9這個余數 那OK了 我們9呢 我們也會是2 當然不行 因為我們已經轉到3了 那之後3 原來3乘3是9 OK 那原來呢 54呢 就會等於2乘3的q 了 我們現在呢 因為有3個3 那所以我們呢 其實本身呢 就有3個3乘出來的 但是我們呢 我們呢 發明了一個叫指數技術法 是方便我們的 就會是將3個3 上面寫成3次方 那這樣代表了 它有3個3乘出來的 而54就等於2乘3的q 那這種就叫做 我們一個叫standard的procedure 即是一種最基本的一個步驟 去求一個 不是質素 即是一個合乘數的 求它成為 怎樣去做一個prime factorization 這個步驟 那當然我們呢 可能後來呢 我們也未必會用一些 下下用一些 那麼長的方法去做 那我們有一個叫tree method 那什麼tree method呢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剛才呢 我們找另外一個數字去做 可能是45 那當然如果我們呢 用剛才我們的procedures去做 即是standard的procedures去做 其實我們可能會用 試了2 不行 試了3 3可以 那就等於15 再用3 就變成5 而解到45 原來45 它就是等於3的square 再乘5 但是45本身呢 因為我們其實是知道 我們背過乘數表 我們知道9545 所以我們可以把45變成9 和5 兩個因子 而我們9呢 因為我們也知道是3乘3 所以我們其實 由這個tree method呢 我們也知道45是3的square乘5 當然我們看這個數字 可能會覺得 差不多 那當我們再做一些大小小的數字 我們可能會看到效果 那譬如說 我們做110 那110就等於2乘55 55就等於5乘11 那我們就知道原來 tree method呢 用tree method呢 這個110其實就等於2乘5乘11 那當然其實兩個方法呢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差不多 但是可能tree method會快一點點 但是其實呢 這兩個方法之外呢 其實也是有一個 再更加快一點點的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一說出來呢 其實 就是背了 因為其實呢 我們就算怎樣算也好 其實無論如何都不夠你 背數字 背得快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尤其是可能我們 覺得這個未必是很有需要 可能因為很多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考試的話呢 其實我們是要將一些最基本的數字 我們是會背好它先的 那譬如說 我真的很推介大家 去背一些很簡單的數字 譬如說這個2的n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3次方 4次方 5次方 2,4,8,6,3,2,64 1,2,8,2,5,6 1,0,2,4 1,2,4 5,1,2,1,0,2,4 5也是 其實5的1次方 2次方 3次方 4次方 5次方 5的5次方 3,1,2,5 5的4次方 6,2,5 5的3次方 1,2,5 5的2次方 25,5 本身就是5 其實這些數字 如果我們除了2之外 2就要背到10次方 3就是背5次方 5也是背5次方 其實每一個質素 基本上大家 去到5次方 大家基本上應該要背一背 而另外 x2的數字 就是任何數字的2次方 我們當然要懂得背 而2次方是4 其實我們都背乘數 因為3x2是9 4x2是16 9x2是81 基本上1,2,3,4,5,6,7,8,9 我們都會背乘數 而11 我們有沒有背過呢 其實11乘11就是121 12乘12 144 13乘13 169 14乘14 1916 15乘15 25 25 其實我們一路計算下去 16乘16 17 18 19 20 2 基本上我們全部都會背 而到後來 我們就會知道它的好處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計算的話 我們真的每次看到題目 我們譬如說見到625這個數字 我們才會慢慢做一個 Prim Factorization 其實是很慢的 如果我們把所有數字都全部背 那麼我們當然計算會方便少少 好 第三就是一些Cube Numbers 就是3次方 2的3次方是8 3的3次方是27 那麼這些數字基本上我們都會全部背 OK 那麼我們大家就可以開始做了少少題目了 那麼大家看看這個題目 就是1994年 M1 M1 sorry 就是以前就是一個基本上分了數學 附加數學和數學科的 那麼就是以前一個叫做數學的Paper Paper 1的第一題 那麼大家看看這個題目 那麼看完之後呢 大家想一下究竟怎麼做 而之後自己就可以做一做它 那麼然後我們回來呢 我們就會繼續探討 這個題目它已經怎麼做了 那麼當然啦 大家不需要執著呢 究竟我們算不算到它 是怎樣計算這個數的 其實我們最重要呢 是找一下 究竟我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題目 那麼大家可以想一想啦 謝謝大家